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大家都知道汽车一般开了几十万公里之后就差不多该退休了 即使没有退下阵来肯定也是三天一小休五天一大休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出租车可以跑几十公里不大休 而我们精心保养的爱车居然还比不过出租吗 出租车百万公里无大休的话绝不是说说而已 在汽车博物馆有辆解答 在七年间已经跑了一百万公里 而且车子没有出过什么大毛病 无独有偶 在重庆也有出租车里程超过百万公里的 而且有两千多台 里程近百万公里的更是不在少数 数量远程一万台 并且这些车只有2%进行过维修 这样的成绩简直是秒杀私家车 而这背后的原因和这两种车的运作规律无不干系 大家都知道私家车一般也就是几个代步作用 每天开车去上班 停在写字楼的车库里 到了晚上回家的时候 再开回自家车库 使用频率比起出租车并不高 毕竟是出租车走街串向一刻也不停息地开 出租车每天的熄火时间很短 这样子出租车的发动机就一直处于运转状态 而且因为出租车每天都在外面开 为了保护发动机 所以时常添加机油 而私家车车主因为平时开得少 所以几个月才抱养一次 慢慢的发动机的磨损就拉开了距离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发表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